中面上远景查扣多个证物 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随身碟 而是冷钱包 近年来虚拟货币掀起热潮 也成为有心人士的犯案工具 因此虚拟货币的交易 也设置了层层关卡 你要证明说 你是这个虚拟货币的使用者 才能够去进行虚拟货币的交易 你就需要有一组金钥 可以简单讲说 它就是这个你的一个硬件 那冷钱包就有点类似 像自然凭证那种概念 就是它把你的金钥就存在这里面 进行交易时必须要有一组金钥 而金钥会储存在冷热钱包里 冷钱包是指没有网络的离线钱包 通常以USB硬体等形式存在 由于离线储存不易被监控或追查 而热钱包则是将金钥储存在网络上 交易速度快 但也容易被骇客盯上 由于金钥相当复杂 如果忘了还可以透过助记词来恢复 是由12 24或其他数目的单字组成 将对容易记住 冷钱包来讲因为它有硬体保护 那所以一定会比用这个软体 要单纯是存在电脑里面的资料 要来的安全 热钱包的时候 那你在输入你的助记词的时候 那这时候有可能中间会被拦截到 所以当然就有可能被外泄 由于虚拟货币具备匿名性去中心化特点 交易记录不会直接显示用户身份 只会记录钱包地址和交易量 因此资金的实际拥有者是谁 无法追踪成为一大漏洞 看卷用冷热钱包可以隐藏资金流动 虚拟货币成了金融操作的最佳手段 却也成了细心工具 民事新闻组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